Cooking is like sex You are insane 年度最美味電影 天菜大廚 布萊德利庫博 I'm gonna run the best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推薦給喜歡看電影的朋友 有振奮人心的一部片子 追逐自己的夢想 非常具有正面意義 非常認真的美食電影 很多廚師的一個夢想 料理就是很精緻 非常非常有質感 非常的感動 感動什麼 主角啊有一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這可能也是每個廚師 畢生所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在裡面大哭是不是 那種感動 我真的是流下眼淚 會讓你非常非常感動 如果你看過那個 美國狙擊手 那這部戲 他一樣跟這個同一個女主角 再次合作 那他們的搭配也非常好 就男主角非常的帥 Bradley Cooper超酷 Bradley Cooper非常的帥 Bradley Cooper很棒的地方是 他為了這部電影 除了去學菜之外 他有學法語 而且講得還不錯 這部片可以這麼棒 是因為他參考了 非常多真式廚師的人生 那像我們今天首映的時候呢 也是看到很多 就是在這行業裡面 努力的師傅 剛剛看電影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我自己 好像是我在演電影一樣 自己好像是深入在其中 身為廚師心中 所要求的那個 最完美極致的料理 能撫慰人心的料理 想當米其琴三星廚師 是每個廚師的願望 像我就來偷學了大廚的一些小撇撇 對 我覺得超餓的 我覺得他對食物的研究 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寫實 從法國的老菜到現在 非常時尚的一個擺盤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精彩的一個畫面 而且裡面的這些菜的鏡頭呢 非常非常漂亮 料理的電影很多 可是我覺得這一部 天菜大廚非常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我看過的第一部 這麼詳細真實的呈現 高級餐飲世界的樣子 對 我覺得非常的難得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學習好的東西 摒棄壞的東西 讓台灣的美食 讓台灣的餐飲 更上一層樓 我今天看完之後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不敢再 描述故事的方式 他的敘事手法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的電影 讓有休亞浪漫的 然後也有情緒高漲的 這部電影他主要的意義 還是在告訴就是說 一個團體才能成就一件大事 非常勵志 當你跌落谷底的時候 你才會發覺 原來你人生追求的是什麼 一個很正面的電影 所以無論是不是餐飲 從事人員或者是你喜不喜歡美食 我覺得你都可以去戲院看這部戲 我其實也覺得配樂的部分 還有那種劇情的緊錯度 控制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如果你是愛吃鬼 你一定要進戲院看這部電影 那如果你不是愛吃鬼這部電影 也非常的精彩 希望大家都能進戲院來觀賞天菜大廚 天菜大廚的這部電影非常好 10月30號天菜大廚一定要去看 10月30號一定要來看這部天菜大廚 很棒 天菜大廚在10月30號全台上映 要記得趕快來看喔 10月30號全台上映天菜大廚 10月30號天菜大廚推薦給你們 10月30號天菜大廚 我們一起看看外國的料理美食王如何上菜 大家一起來觀賞10月30號年度大戲 我們的天菜大廚 你都要戲院看喔 一定要看 好 Let's go 天菜大廚 天菜大廚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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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